为什么你用空气炸锅做的蛋糕这么难吃 先告诉你们怎么做才好吃 对酸奶一定要选这种浓稠的 会更好成型 再来打两个鸡蛋 关键来了 如果你加的是这种淀粉 就得滴两滴柠檬去腥 不然淀粉它是盖不住鸡蛋腥味的 就会很难吃 我还是更推荐新手用这种蛋糕粉 因为它里面都调好味道了 什么都不用加 还是一样的不容 给它搅匀 放爱吃的水果 空气炸锅180度 20分钟 看 就成了 它不是那种蓬松的口感 是湿润的 有点像芝士蛋糕的口感 反正这种挺好吃的 想吃蓬松口感的 用电饭包做就行了 今天这个你一定喜欢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日式煎饭房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 我认为抓出一个人心 就应该先抓出他的胃 找个小碗铺上保鲜膜来包 这样大家会比较均匀 米饭也不容易散 再来调个酱料 都在屏幕上了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增加或者减少 记得要全程小火 煎到有一点点焦黄就可以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个牛肉的做法学会了 再也不怕小爷不知道吃什么了 记得一定要用新鲜的煎子肉 放进稍大一点的容器里 放进冰箱就能攒一碗 这个时候肉已经腌入底味了 然后就是增香 配方待在屏幕上啰 大火煮开转小火 煮两个半小时 这么好的酱牛肉怎么能不缩用粉呢 里面一共有六包料 无添加非油炸的红薯粉 这个豆皮泡开之后口感尽到豆味浓郁 倒入开水等四分钟 要冷却了之后再切 这样不如一散 看 看这煎子肉的横切面 搭配着愈发不能的酸辣粉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来一共这样的宵夜 一口牛肉一口粉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喜欢吃草莓都不要错过了 今天是草莓的新花样 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个比例咯 上锅水开蒸30分钟 我用的是蓝色的瑞尔 小朋友也可以用蓝色的汽水哦 假如20克的黄油 这一步一定要趁热 擀薄 擀平 切成合适的大小 再在表面上撒上点椰蓉 我真的是对这种糯唧唧的食物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QQ弹弹的 米高粱一还能拉丝 你要不要来一块 今天这个鸡腿它刷到后就一直让我试试 料酒生抽黑胡椒取形入底味 油炸粉里来一勺椒盐均匀的裹上 鸡腿先炸着我们来做一杯喝的 鸡蛋打散冲入开水再加入牛奶枸杞 除了鸡腿本身酱汁也很重要 配方和配笔我都放在屏幕上咯 记得要做好笔记 搅拌均匀之后再下鸡腿 让鸡腿的每一个地方都裹满酱汁 浓郁的酱香还有脆皮 咬下去居然还会爆出汁水来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吃这个柴心啊 还是要蘸上我们家这个柴和腐海椒面 小时候的味道 安逸的很好哦 来 选一个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一周营养早餐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第一款是养盐补气五红汤 调整到合适的模式 点开始就可以了 第二款是维生素满满的玉米胡萝卜根 第三款是去湿气的三色豆浆 第四款虾浓的核桃花生肉 第五款是我的最爱低脂枝酥豆浆 简单营养方便的一周早餐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这道菜 建议有朋友来家里的时候 在一起做 要不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葛根粉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切好的葛根 用清水冲洗干净 加水 用破壁气打碎 用纱布过滤出汁水 然后倒进大棚里 沉淀一碗 一晚上过后 最底下就会有一层飞牛盾体 挖一大勺 转进纱布里 刮起来粉干一个晚上 用刀切成薄片 包装的分法有很多 我选择最传统的 用挖空的清举壳装起来 之后还要再晒四天 食用的分法和藕粉很像 先用清水化开 然后要用滚水来冲泡 扫上桂花 来点蜂蜜 解热除烦 生津止渴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的粉丝私信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适合做给男朋友的菜 女生们拿出小笨笨 做好笔记咯 锅第一层剥油 倒入花生 炒至焦香 这一步可是关键 好不好吃就要看调料的配比了 加入切好的配菜 炒香的花生 和调好的料汁 抓拌均匀 来点配菜 小说一杯 快做给你男朋友吃吃看吧 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黑胡椒混合调料 量很大 比普通的这种要多很多 可以用它金鸡排 金牛排 做土豆泥沙拉 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加一点 不用再去想怎么调料了 它里面混合了海盐 黑胡椒 大蒜粒等等 我都快用完了 你们可以一定要试试哦